俗语说,清酒红人面,才博动人心,人未才死,鸟未食王,这话一点也不假啊,放在世界职业全盘,更是令人唏嘘不已。 今天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个世界七大身价最高的拳王排行榜,供大家感悟人生。 前WBO赢量级世界拳王曾世明9-2,2KO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,但是他的身价无庸置疑, 他在和日本快递拳王穆村祥的比赛当中斩获一千万,创造了国内选手出场费之罪,远超武僧一龙,死神方便,吸血,魔理景亮等人, 邹世明的起点非常高,据说职业生涯第一场比赛就有30万美元的出场费,要知道,一般般不太出名的世界拳王级别的人物, 比如丹尼尔吉尔,詹姆斯德盖尔这样的角色,也不过几十万美元的出场费,邹世明的一块手表就价值60万元, 堪称国内顶级了,排名第六的当属线WBCWBAIBFIBU中量级拳王哈萨克斯坦战神跟纳迪哥洛夫金37-0-1,33KO, 哥洛夫金没有什么显赫的家族背景,只是靠着双拳打听出来的江山,出场费从开始几十万美元, 到后来的两三百万美元,再到职业生涯最新高度2000多万美元,就是和墨西哥巨星卡内罗阿瓦雷斯的大战, 哥洛夫金已经35岁,职业生涯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,排名第五的就是爱尔兰巨星康纳麦格雷哥, 严格意义上嘴炮并非职业拳手,更谈不上职业拳王,但是他毕竟打了一场职业拳赛, 而且对手是梅威富,可谓一个雷天下响,嘴炮之前在UFC打比赛的是, 出场费并不是很高,两三百万美元到头了,只有和梅威富的比赛,他才拿下了一个亿美元的收益, 因此他也算一老勇一类型的,一下子将自己积身世界沉积名将的横履, 诸多世界拳王都望尘莫及,嘴炮现在也是大老板级别的人物了, WBAIBIO重量级拳王英国天台安东尼乔舒亚20-0,20KO可以排名第四, 他虽然年纪轻轻,但是实力超群,起点也很高,尤其出生在英国这样一个拳击氛围和历史气息浓厚的国度, 乔舒亚和小克里清科的比赛获得了2000万英镑,创造了职业生涯新高, 在他与喀麦龙拳手塔塔姆的比赛当中,也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收入, 乔舒亚的身价非常了不起了,这次他和WBA拳王帕克的比赛, 估计收入会超越和小克的大战,有可能达到3000万英镑, 如果乔舒亚打败WBC拳王维尔德,将成为世界身价最高的拳王, 排名第三的当属前两个级别的世界拳王墨西哥巨星卡内罗·阿瓦雷兹, 他是金铜护亚的摇钱树,他踩着莫斯利、库托、卡汉等人的肩膀上位, 和梅威侧比赛虽然输掉比赛, 但身下却猛涨,他是当今世界拳王里面最有前途的明星了, 除了梅威侧,就属阿瓦雷兹了, 他在和哥洛夫金的比赛当中好取6000多万美元, 堪称新一代吸金之王,我们将帕奎奥放在第二的位置, 主要考虑到他目前还没有退役, 而且主要是从他巅峰时期的身价衡量的, 而绝非现在,巅峰的帕奎奥身价仅次于梅威侧, 随随便便一场比赛就能拿下3000万元, 他和梅威侧的世纪之战,拿下了1亿多美元, 创造职业生涯最高纪录, 不过现在的帕奎奥确实是薄西山了, 他近期两场比赛,出场费都没有过1000万, 现在帕奎奥开始叫板嘴炮, 想趁着退役之前再捞一笔, 排名第一的就是金钱梅威侧, 他职业生涯创造了10亿美元的辉煌收益, 他虽然已经表示退役, 但是没有彻底退役,依然有可能付出, 所以把他排在现役拳王行列, 梅威侧就是吸金之王, 赚钱机器, 甚至当初的泰森也无法和他相提并论了, 如果梅威侧彻底退役了, 取而代之的可能是阿瓦雷兹, 也可能是乔书亚, 感谢大家阅读本文, 功夫你每天都会及时发布最专业, 精凯的搏击文章, 任何搏击套贴盛宴, 我们都不会错过。